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說到 身邊有很多人 其實他們的身邊都圍繞著很多港豬 我們常說起港豬 就會覺得很猛狀 覺得他們很蠢 豬那麼蠢 說的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可以容忍你身邊發生這麼多事 然後你無盡於衷 每一次你跟他們說起這些 他就說你不要搞啦 你都很想捏死他 那我覺得 即是你猛狀 覺得身份很合理 但是 你都必須要提醒他們 其實這些東西在你身邊 可能你說一次 說兩次 說十次 說一百次 他都是那副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賺錢好過啦 的那種 但是 他遲早 我相信他們遲早 有一天都會成果 我自己身邊有很多 港豬的朋友 曾經 他們曾經都是港豬 那經理就在我這個 都不是千辛萬苦 總之我不停就逼他們陪我出來 又不停逼他們 聽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他們慢慢就會 聽多了 看多了之後 就會開始有自己的想法 那即是當我身邊的朋友 不是每一個都這麼熱衝靜 他們是見到我 不知道做什麼 一條人自己衝出去 然後又搞很多事情 然後他們才慢慢醒覺 原來 原來這些事情 其實是在自己身邊發生的 就是 即身邊的人 可能會對你們 撲很多冷水 說你們是廢青 說大家 或者說我是 公務職業 收了錢 在搞亂香港 聽到其實真的是 會灰心 我自己也因為這些批評 很開心 哭過 但是 林心一層 其實你做的事 其實都是毀了他們 即是這樣說 可能好像很濫好人 好像很偉大 但其實 如果你真的好像他們這樣說 然後就失望 然後就放屁 的話 其實受苦那個 不只是說你那個人 你自己也要受苦 所以我覺得 即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要爭取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說這些東西 找不找到吃 不是說這些東西 有沒有用意 其實 說那件事是 為了自己 即是本土 我們不斷說 本土 民主反共 其實那個本土 其實是有少少 我不知道 應該用自私這個字 但的確是有些自私 因為 我們不說 建設民主中國的原因 是我們連自己都未顧好 我們憑什麼去搞中國呢 我們說的本土 就是 先搞定自己 我們處理好 我們這裏 這個社區 這個城市的問題 我們才 再有餘力去處理其他 即你根本連自己都未搞得定 我們平時 瑜伽都經常說什麼 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你連齊家 即我當香港是家 齊家 你都未做到 你還搞什麼其他東西 即你必須要 鞏固好我們香港有的東西 你才有餘力去外面做其他東西 就是我們不去 不去維園 而在這裏的原因 就是我們覺得 應該要好好地處理了香港有的議題 即你一直 攬好人 一直搞大空 這樣說 我們要建設民主中國 我們要平反 這樣 根本就不切實 就是我們處理好自己 以綠色為一個反思的機會 好好想清楚究竟 再向中國求民主 是不是一個 合乎現實 是不是 真實際的東西 然後 我們才會有餘力去處理其他地方的議題 可能你會問很多問題 我們是普羅政治學院 和 學校公民 今天有一個 遍地開花的六四集會 我們是遍佈18個區域 有18個站點 這樣 就由四五集開始 在銅鑼灣開始出發 就有個巴士的巡遊 仿效正蓋三民組 但是我們是 下去下車的 這樣 那 車就去到深水埗 現在在太子 下一個站就會來到尖沙咀 大家會很奇怪 等了這麼久 為何沒有得唱歌呢 為何沒有黃絲帶呢 這樣 不過你是知道的 那你可能會問 為何要在18區那裏搞呢 其實是吃力的一件事 去到每一個區域 從閃機開始 都被土共去圍攻 被他們搞 你可能在尖沙咀 你們問 你們六七點七八點坐到這裡 你會問 為何今天不見土共啊 阿Man啊 高達斌那些來搞呢 這樣 那我又認同 剛才五月的說法 共產主義都有它偉大的地方 標準工時是很重要的 那 那 那六點了嘛 那大家便輕鬆一點 那 原來 你們很爭取 感覺到翁潮 原來 想著放過來 這樣 所以 剛才有銅鑼灣 大部分人出現 然後 這樣之後 你打開慘叫 喂喂喂喂 就被人打了 嚇死了 這人 所以 所以其實 當然會有人問 喂 所以是抱歉的 我 我 抱歉這樣說 我們的集會 不像過往的做法 在八點鐘就會開始 跟著 請到蔡耀昌 說一些 你不太聽得懂的東西 不是 哭著說 你不要管 這樣 為何會等到這麼晚 可能要到差不多十點 才是見到 黃德文議員 黃云達 和鄭容泰博士過來 其實我們是想 將集會遍地開花 散佈到周圍都是 早年會覺得 二十多年來 支聯會的晚會 是集中力量的一種 向中共施加壓力 今天 中共給我們的壓力 不是單純 我們很抽離的一種 政治的壓力 而是 兜口兜面而來 剛才有講過 你的學位 你的骨灰位 你的床位 你住的單位 可能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這個是 過往大家可能會感受到 剛才都講過 你可能只會怨自己讀書 不厲害 只是做到偽進 這樣 但是其實 其實那個問題可能是 歸根結底 是整個結構 整個政府所造成 是個制度 令到大家的生活 只不過是 僅僅夠生存 其實你們是僅僅夠生活的日子 我們面對一個 中共的政權 已經深入到我們的生活 甚至 其實 在傷害的 是直接傷害你的身體 可能你曾經被人打爆過頭 可能打斷那隻腳都不頂 可能只是半年前的事 這一個 魔爪 已經是 深入到你 可能是身體的各部分 影響到你家人 我覺得 很不抵的地方 是 你的爸爸 你的祖父母 很辛苦在香港 建立的繁榮香港 你辜負了他 你可能沒有下一代 你不是為下一代 但是你想一想自己 這一百年以來 你今天不出來 你是辜負了你的上兩代人 雖然我一個小朋友 但是我會疼我的上一代 上兩代更多 想起這一道理 你就會覺得 即 即 我的工作都要放下 去參與這些事情 幾年前 我都是一個 在遊行都不會出聲的人 這樣 那你唯有要自己轉變 當政府轉變得更兇惡的時候 大家憑常識 憑腦筋 你都會知道 下一步 是要怎麼做 你覺得 支聯會 即 不要過人了 即是給壓力 共產黨的時候 我們何不將這個壓力 再擴散 再擴大 起碼 在十八區的集會 十八個站的集會 起碼 我警察都用多幾十倍了 是不是 咦 我問是否 不是應該這樣做 不好意思 其實 我希望 我希望 其實 至少 增加了管治成本 這個都是希望可以 香港人 去抗爭的做法 剛才五月去提到 喂 香港的政治氣氛很差 政治低氣壓 共產黨迫到埋身 覺得 政治人物 怎會智慧那麼低 好像Trigan那樣 當然Trigan有他聰明的地方 他跟偉達成說 Same on you 如果最大的侮辱 是竟然 鍾樹根和偉達成說 I'm same as you 這樣 這個侮辱 比起話題羞恥 是更加大的 因為偉達成說 我跟你一樣 不是又說這樣 但是 你的立法會就是這樣 立法會不單止是充斥著 愚蠢的立法會議員 甚至 是根本本身的制度 是面臨 不是面臨 是已經是一個實效的一個代議的議會 所以大家在這裡 你想一下 就是私人條例草案 是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你有分組點票 你有功能組別 你以為是制度上的問題 但是可以打到最大的茅波 就在新界東北 那些泛民議員 走了出來半步 吳亮星華投票 那走不及回去 禁制 就通過了 是去到無賴的地步 你會發現那個議會 是嚴重的失效 他是幫不到香港的市民 去發聲 跟著北京 有一個這麼強大的 殺人政權的魔爪 深入到你家裡 是傷害你的生活資源 甚至是傷害你的身體 可能曾經 你被他打爆過 可能曾經跟你說過 抓你回去強姦 可能會告訴你 是一個智障的人士 抓他回去 說他殺人 都不頂 這些東西 你看報紙是一件事 會不會有一天 明天後天 就發生在你身邊呢 如果你說不會 實在是一個 是太樂觀的人 才可以做到 現在這輛車 就會繼續一路出發 最後一站去到尖沙咀 那就 再抱歉 即是我們 這個節目是會一路移動 即不是移動 而是比起大家 預期的 在八點鐘開始 會有不同的 會去到九點幾十點 那你可能不認識我們 我們要時報是一個媒體 我們有免費的報紙 其實一直在派發 今天關於六四的文宣 一些宣傳 一直都在派發 而我們有網台節目 有劇場 有漫畫 我們在做不同的節目 剛才你看到五月 他是做一些關於是 遊戲的 打遊戲的一些節目 我們希望不同的範疇 去吸引更多人 去了解政治 我是在做其他時政的節目 另外我們有主持 是處理 即是去主持一些關於神秘學的節目 可能是UFO 一些靈異的東西 Kio在這裡 他會發現 原來是神秘學 一些東西 都跟共產黨赤化有關的 可以讓他用假再講 大家好 我是奇澳研究社的節目主持人 Kio 大家好 我相信如果有聽《熱血時報》的朋友 都知道 就算我沒有主持節目的時候 和人達在一集的節目都講過 Kio很榮幸地 前一段時間 被警察拘捕了27個小時 剛才有個警察的公關的朋友 又不知為何認得我 走過來跟我說Hi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喂 你們的質素真的很低 即是 我沒有去過屯門 已經沒有去過屯門 我想幾年沒有去過屯門 但是他拘捕我回去 是說我去屯門 把鐵馬放在巴士前面 接著就抓了我回去 27個小時 途中沒有給我看過任何證據 但是呢 在拘捕我回去的時候 有幾個很有趣的事件 可以證明 他們真是偽進的水平 就是說 譬如 為什麼Kio你剪了頭髮 我不知道 你應該不是這樣的髮型 但是我就跟他說 我這個頭髮已經剪了幾個月 這個情況想告訴大家 大家以為 這個 我們的警察 還是奉公守法 他們應該在做事 沒錯 我相信還有一些警察 這樣做 但是也有不少的警察 是受著這個政治任命的order 然後去做一些 應該不是香港警察會做的事 所以呢 我覺得 我剛才在觀塘的街站過來 在觀塘的站 很不堪地 因為車被大波man搞到 我們不能來觀塘的車 所以呢 我們就做了另類的儀式 我們不能丟雞蛋 我們做了一件事 很震撼整個觀塘的愚民坊 那我相信 現在這麼多位的觀眾朋友 都應該可以和我們一起做 震撼整個尖沙槌 我們不會在這裡唱歌 我們不會在這裡點蠟燭 但是我們會做一件事 就是和我們一起喊 打倒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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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在愚民坊一喊這句的時候 整個觀塘是震撼的 OK 因為呢 相信呢 沒有一個的政團 或者一個的政治團體 在觀塘那麼大聲 喊這個 打倒共產黨 那 講多一點點 我是做神秘學節目的 如果大家有聽到UFO 古文明 陰謀論的一些節目 大家可以聽我的節目 但是剛才正如陳四所說 為什麼會上來和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呢 就是 香港的赤化問題 除了說我們知道的一些政治事件上面 其實呢 在一些的日常生活 我們的娛樂 又或者一些的消遣的活動 都開始受到赤化 在香港呢 越來越多一些的神秘學節目 又或者是一些的陰謀論的節目湧現 那我就不開名說哪些的節目 當然 而這些節目呢 往往只會帶出一個訊息的 這個訊息很特別的喔 就是說 所有這個世界上邪惡的東西 陰謀的東西 就全部都是美國佬所為 OK 就全部都是美國佬做的 共濟會呀 光明會呀 這些組織呢 就全部是因為美國人 OK 美國人來殘害我們這個 亞洲人 殘害我們中國人 所以呢 大家呢 要留意 有很多的這些節目呢 現在在我們的香港呢 其實是湧現 甚至乎呢 有一些的網台的 一些講奇案的節目 這樣才算 那這些奇案節目呢 原本呢 是設定了前一陣子 有一個的智障的人士 被人被黑警捉了回去 那原本有一個的節目呢 是想講這個主題的 但是這個節目錄好了的了 臨出街的時候呢 就被這個的網台的老闆呢 就叫停 那所以想跟大家講呢 其實香港現在有很多的網絡媒體呢 他們的背後的資金呢 其實是來自紅色的資金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以為赤化 是在我們的政治生活 又或者在我們的一些 譬如和政治有關的事件 是有所影響的 而我們的娛樂 又或者去了解更加多世界的 一些講神秘學節目 有人可能會跟你講 所有的UFO 都是美國製造出來 想被炸中國的一些武器 都有可能這樣講的 那所以 大家希望呢 可以繼續認清你們 一家日常生活 接觸到的一些的節目 又或者你們在接收的訊息 然後再去判斷 因為呢 現在 譬如我們 其好研究社 就是熱血時報的神秘學節目 亦都聯同著一些在市面上 有良心的一些神秘學節目 希望可以聯成一個陣線 去對抗在這一方面的赤化的情況 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 但是我們面對共產黨不怕 因為呢 我們還有一口氣都未知哪個輸贏 這個是教主經常講的一句說話 所以呢 我們告訴共產黨聽 我們有幾大的勇氣 有幾大的氣 雖然我們這裏沒有燭光 沒有這個唱歌仔 但是我們這裏 反共的心是最強的 我們一齊打斷戶擠 打斷戶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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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訓給陳勝 我比較關心車去到哪 真是慘 為何深水埗太遲了這麼久 我們今天有一個巡迴的巴士 一個六四關於悼念的活動 由一個本土的角度出發 去看一個26年前 6月4日的一個屠城 一個慘案 一個兇殺的事件 由一個殺人的政權去主導 接著經歷過26年 其實當中是有不同的轉變的 由89年開始 80年代、90年代 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們擔心會不會大陸收回之後 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政權 所以 其實香港對於恐共 對於六四的想像 都是很害怕 或者是抵抗性很大 但是其實第一個轉變 是來自九七後 我會覺得 而這個轉變 最奇怪的地方 是沒有轉變 九七前 你會發現 這個是一個鄰近地區 中國發生的一個慘案 你會覺得他朝他會來 你會覺得很恐怖 然後你會有一個抵制的行動 去要求平反六四 九七之後 其實他不是一個隔離地方的一個政權 不是只是本住中國人的心 不是只是本住大家都的同胞 就去有個活動那麼簡單 其實九七年七月一號之後 主權移交之後 我們面對的是 這個殺人政權 其實是來了管理的 這個是沒有人去聲討這個殺人政權 或者是得到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審訊 或者得到真相之後 而他就接管了另一個地方 而接管了是我們的家 這個是第一個轉變 而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在政治行動上 在政治行為上沒有轉變 第二個轉變 可以說是來自2010年 其實也是引發起及後 可能今天你們在尖沙咀 自由戰事廣場 在文化中心對出 坐下的你們 你會發現的就是 一直有代議士 有我相信的政治明星 他是可以代我發聲 去聲討殺人政權 平反六四 結束一黨專政 但是這一班人 是原來是會和這個政權 去秘密 談談政改方案 而這個政改方案 明明在前日 你還說反對 有三點不肯的 跟著說原來一點都可以的 這一點 我們永遠都記住 就是這一點 在2010年之後 大家就對於一些的聚會 一些的集會 一些的蠟燭 是不滿意 其後就發生了 不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搞集會 這個是第二個轉變 這個轉變是關乎本土的角度 就是這一班 我以為是會幫我 聲討 中共政權的一班人 原來 有一種合作 而那樣東西 都是和政治層面有關 這一樣東西 我會覺得 他們是否不可靠呢 跟著可能會出現 票債票償等等的活動出現 你說這個和支聯會無關 就算表面上講得過 在實際上 你又過不過到濕裡面的關呢 這個是第二個轉變 第三個轉變 是來自半年前的雨傘革命 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剛才我都講了 你以為是這麼簡單 只是一個政制的轉變 或者是一個 一個政治上的改變 那如果你只不過是一個黃苑芝 其實 你以為是沒事 剛才都提到 政治會尋上你 你發覺 你很多的生活 都比不過 中共的操控之下 你發覺很多東西 都很不聚財 最簡單來說 你發現你份量 永遠都只是 又不是不夠用 永遠都是僅僅夠用 這下才拿你命的 這下是最厲害的政治操控 每一個人都是 不要以為只是坐在這裏 這班人是 在旁邊 攬著一些政檢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 大家都一樣 或者 剛才有人在喊 一些反對 我們的一些人 可能是在罵王陽達 罵他的合理 那些人 可能是在罵 本土的政治立場 其實大家都是 面對著可憐的政治生活 我們現在的車 就去到太子了 繼續下區 最後已經在一個站 最後來到尖沙掌 我們先看看現場的情況 放心